新北市中和区嘉河里长陈德福 79年当选至今已经34年了 一路走来秉持着为民服务的精神 积极为里内来争取各项的建设 在他的带领下社区活动丰富多元 里内环境也是干净整齐 而这样的成绩也让他获得了113年 内政部全国特优里长肯定 113年的全国特优村里长 共有135人获奖 新北市中和区嘉河里长陈德福 就是其中一位 从内政部常务次长吴唐安的手中 接过的奖牌 现在就放在了礼办公室 里长要和李明一起分享荣耀 这次得到内政部的中和唯一的表扬 我感到非常的讶异 我本来想说得到新北市的 我就很满足了 结果代表中和 那我想这个荣耀应该属于全体里民的 为什么讲呢 因为所有的里民我办的活动 他们都来参与来支持全局里民 我们大家共享这个荣耀 这里是嘉河里据点 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有课程 里长希望里民能够多走出户外 参与社区学习体验 活动完之后还有共餐 也是里长贴心的服务 陈德福79年参选里长 到现在已经有34年的时光 一路走来秉持卫民服务精神 他说当初会参选里长 是因为党部的推荐和鼓励 我从国中二年级就投笔从容 去报效国家 所以一路送到政府的栽培 回来之后党部持续的跟我联络 就在一个非常巧的一个机缘 嘉河里需要一个新的里长 所以那个党部就跑来找我 那我想我就义不容辞 参与了这次选举 但是呢也想不到呢 民国79年当选一直做 做到现在 嘉河里的巷弄也是干干净净 这有赖志工每个月三次的环境清扫 不过里长更自豪的是 他还组成了机动班 平日只要哪里有需要 志工们会马上出动 因为我们每个月扫三次地 每个礼拜六 每个礼拜六 一个月扫三次 但是呢还是觉得不够 有时候民众会反映 某些地方特别脏 或者是防火象 或者是突然谁丢了一些 大型垃圾 造成环境的污染 那我就会在我们的群组 发动一下子 然后所有的机动班的 成员我们不要多 一次来个五个六个 我们就可以把任务完成 他的精神好 早上运动 然后平常时间 哇 一有空看到哪里 哪里不干净的话 他就往哪里看 巡视一下 里长就是 可以连任九届 真的不简单 所以说没有人敢跟他挑战 因为做得太好了 连任九届里长 后面四届还同额竞选 里长陈德福 成绩有目共睹 如今获得了全国特优里长殊荣 里长不敢鞠躬 谦虚说都是志工一起帮忙 才能够让家和里 全体一心 共同打造美好生活环境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